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可爱的中国 欢迎收看隐秘的细节 我们的故事已经讲到了 商王武丁和祖甲的时代 这是一个确定了后来 中国历史基本样式的阶段 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 和财富总量的增长 独立城邦的自由经济开始出现变化 商王武丁通过新建成艺 诸侯分封和战争的手段 让社会财富以更快的速度 开始向最强大的王室利益集团集中 在摧毁了古老的青铜祝荣家族之后 武丁用疯狂的祭祀塑造了 殷商王室的神权地位 他的儿子祖甲 第一次编制出了殷商君王和宗族的谱系 通过层级更明晰的祖先祭祀 重新定义了神权崇拜的偶像 进一步规范了君王和宗家庭 与宗室贵族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 将王位的继承权固定在了和宗家庭 直系血亲内部 尽管后来周文王的崇拜者 对殷商进行了大量丑化的描述 以此塑造出新王朝执政的合法性 但西周几乎所有的王制礼序设计 都是来自武丁之后殷商王朝的事件 这套制度文化对后来的中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关注它的源起 是了解中国何以成为 今天中国的一把钥匙 我们已经讲到了足甲时代 从足甲往前输 一百六十年前 商王足矣就第一次册封了 宾侯高矣 一百年前 韩庚再次册封了宾侯衙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周部落 成了天下共主 相信商王的这种随手册封 也不会出现在史书上 竹书纪年的成书年代是在东周春秋时期 两大王朝早期的交往记录 就成了草蛇灰线寺的细节庙笔 在足甲执政的第十二年 竹书纪念上说 他长途崩溪去征伐了西戎 兵国再次出现在了 与中原相关的历史记录中 这是东亚大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 中原王室发动的第一次远征西戎的战事 而宾侯 这颗商王族已随意拨下的种子 在一百六十六年后终于发了芽 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生长 殷商时代 在中原王朝的表书系统中 凡是距离上较远 跟王室没什么关系 或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部落 就统一给个归类 殷商时期还没有版图将近的概念 对周边众多的方国荣敌 要么用方 要么用仪 要么用荣相称 社会综合能力的局限 让他可以辐射的蜀国诚意范围 过不了太行山 所以太行山以西 就都是西戎 这个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自大的概念 曾经给东周时代编写远古神话的人 带来了巨大的困惑 传说中著名的治水君王大禹 就是山西人 远在隆东群山中的周部落 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后来代表正统传承部落的出身问题 一直到汉代都是让儒家知识分子纠结的问题 在著名的《盐帖论》中有这样一个话 语出西枪 西枪这个枪字就是殷商武丁祭祀使用量最大的枪人 在甲骨文中 枪字是由羊和人两个字组成的 它的意思是专指西戎的牧羊人 所以过去也经常叫枪戎 这两个字里面也有隐秘的细节 枪是指牧羊人 戎是指兵器 西部的游牧部落是中国兵器的发明者 一直到西州牧王时代 西戎的兵器战车和铠甲的制造技术 都是领先于中原的 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 是身上有西方金形之气 但是在殷商时代 太行山以西的三晋平原 和渭水流域的关中盆地 其实啊 全部是肥美的牧场 这并不是说 太行山以西 没有农耕定居部落的城邑 兵国就是农耕部落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成国 碧国 宝国 义渠 这都是农耕部落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西部定居的农耕部落的城邑 大多出现在山区 半山区 而不是出现在明显更有利于农耕的宽广平原上 他们不是不知道山下就是有多条河流灌溉的平原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那里开垦耕地建设成衣 这说明当时游牧部落还是平原上的主人 他们非常强悍 对耕地构成的威胁让农业部落望而却步 游牧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分离 是东亚大陆社会第一次出现的 以部落为单位的分工链 游牧部落专门生产牛羊 农耕部落专门生产粮食 这两种生产方式在当时无法兼容 但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农耕部落 又都对对方的产品有明确的需求 游牧部落以肉食为主 但也需要少量粮食的补充 农耕部落以粮食为主 也会饲养些家禽家畜 但产量很小 游牧和农耕部落之间 需求的互补性满足 主动权在游牧部落手上 和平的方式是交易 更高效率的方式是抢夺 那么羌龙这些战斗部落 怎么就成了 五丁大量瀑布的俘虏 被用来当了祭祀的人生呢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方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解释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遥远的西征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人生的威力 而是要重新划定安全区的边界 您将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法典的诞生 后世道德世家为什么会反对祖甲的立法 按照他们的说法 法律应该是存在于君王内心的标准 您将看到殷商时代第二大经济体的悄然崛起 这个深山的农耕部落终于走出了大山 迁到了祁山脚下的周园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 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看可爱的中国 那么羌龙这些战斗部落 怎么就成了五丁大量瀑布的父母 被用来当了祭祀的人生呢 这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后汉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西枪传》 对西枪游牧部落进行了社会学观察 发现当时西枪的游牧聚落有一个特征 就是族群中一旦出现强者 就会分拆出新的部落另立丘长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更高层级的头领 殷商时代羌龙的首领 有过多次前来殷商王室做客的记录 但游牧部落基本的社会形态 受到当时的生产方式的制约 无法承载规模较大的聚落 所以他们的每个群落都很小 放牧时所需要的草场面积又比较大 群落经常处于游动状态 这就是他们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协同 面对孤立弱小的农耕部落 凭借着先进的兵器 车辆和强悍的体魄 这些战斗部落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面对五丁大规模的围猎 你就是失群也难以招架 从甲骨文的辨认统计上看 使用枪人作为人生的总量 达到了7426人 这还不算抓捕时必然会发生的战争伤亡 根据有关专家的估计 殷商前期整个东亚大陆的总人口 不过是400万左右 中期的人口增长 主要集中在农耕定居区域 西部游牧部落在不长的时间内 遭遇到数万人口的灭绝 这足以改变殷商西侧 数百公里范围的社会生态 幸存的游牧部落只能带着仇恨 被迫向西向北迁徙 以躲避殷商王室的围猎 并且强化出自己更大规模的 协同作战能力 提升殷商获取人生的成本 并且必然会寻找机会 进行报复 这就是祖甲十二年出兵 蒸发西荣的背景 根据考古学家胡厚轩先生 对已经出土的甲骨片的统计 祖甲和他的哥哥祖庚 一共举办了一百次使用了人生的祭祀 杀害了人生六百二十二人 不到武丁时代的十分之一 但六百二十二人也是人 所以这并不能证明祖甲有多善良 他只是不得不走更远的路 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已 即便不是为了捕获人生 西枪部落的血海深仇 也是他必须面对的威胁 他只能沿着父王武丁 用鲜血铺成的路继续走下去 把这些有着血仇的游牧部落 继续向西去赶 让中原殷商获得更宽阔的安全缓冲区 有证据表明 祖甲的这次西征 是一次长达千里的漫长分析 殷商王朝的军队 第一次进入了遥远的西部 战争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获取人生的围猎 而是要重新划定安全区的边界 如书去年上说 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 祖甲才返回到中原 第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 是西荣的首领 再次来到了殷商的都城做客 这说明祖甲的战争 达到了让西荣部落 做到谈判桌前的目的 双方都需要在新的行事下 解决冲突问题的方案 事实上 双方此后几十年 也的确再没有发生战争 祖甲西征结束后 发生的第二件事 就是他再次给渭水平原 北部群山中的宾猴 送去了册封的信 这时的冰果 已经传到了祖干手上 距离上一次盘庚册封雅宇 已经过去了一百零五年 这一旧式重提不可能是随意的 最可靠的理由 就是在祖甲军队漫长的行军中 冰果为王师提供了军粮的补给 和作战的协助 这个农耕小国 第一次在中原历史的舞台上 担任了角色 冰果支援了祖甲的西征 他的付出同样是有利可图的 到了祖干的后代 古宫坦富时代 这个深山的农耕部落 终于走出了大山 迁到了祁山脚下的周园 并且把自己部落的名称 改成了周 看看地图 祁山在渭水平原的西端的北侧 一个农耕部落 能够在这里开荒种地 兴建成意 说明祖甲与西腔谈判的 约定的安全区 包括了整个渭水盆地 西腔部落 已经退到了龙山以西 为这里农耕部落的发展 让出了空间 这就证明祖甲从安阳出发的西征 至少有一部分军队 曾经抵达过渭水平原的西端 在没有道路的茫茫草原上 单程徒步行军的距离 超过了八百公里 大军离开中原 最靠近黄河出山口的 下手城里之后 沿黄河进入太行山 至少有五百公里的路程 没有任何中间不及 其中的一半还是山路 想象一下 你今天的徒步吧 如果没有宾侯的粮草支援 祖甲的大军 就算是能走的战场 能进行作战 也根本走不回来 祖甲回到了殷商的都议 完成了与西荣首领的谈判 嘉奖的兵国 为殷商带来了 至少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期 但他的改制工程还没有完 他开始重新修订 据说是开国援军商汤留下的刑法法典 这里面也有一个隐秘的细节 所以祖甲的重做汤行 准确地说 是打着祖宗商汤的旗号 制定正式的刑法点 祖甲的这一行为 又被后世道德史家批评为 凡刑以邪远 适用严刑郡法在镇压 宗卿贵族和城邦诸侯的不满 造成了殷商王朝的衰败 后世道德史家为什么会反对 祖甲的立法 按照他们的说法 法律应该是存在于 君王内心的标准 你不能写出来 更不能公布 这才是道德史家 最不看好祖甲的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逻辑 在现今著名的史书 左传上记载了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 道德史家的理由是 圣贤的军盟断案讲究的是 我怎么宣判 你就怎么服从 不会把标准公布了 让你有争议的抓手 你不公布 老百姓就会由你任意欺识 就不会闹事 你要是让老百姓 有了争利的依据 那他就不再惧叛你了 就会拿着小本子 照着上面的法条 针尖对脉盲地跟你争辩 证明自己的行为并没有犯罪 天下到处都是这种诉讼 一定是贿赂公刑 凡是法律多的 没有不亡国的 他们强调 这一些法律 只能存在于帝王的心中 这样君王就有了 不受限制的最大材量权 为左传做出著名著解的 古代学者孔颖达 还为此专门发明了一句话 叫做行不可知 则威不可测 实际上 距离殷商最近的西州 对殷商的法律制度 也是评价极高的 西州王制的主要设计者 是周公 吉丹 这个人对后来的中国影响重大 被儒家称为元慎 周公为西州立法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殷商原有的法典 他把弟弟康叔分封到了魏国 就是今天河南鹤壁市 齐县附近著名的昭阁城 这里在西州初年 成了殷商旧部 被监视居住的集中地 康叔当时还很年轻 周公对他的叮嘱被记录了下来 叫做康告 康告的主要内容就是 嘱咐康叔要多项被监视居住的 殷商移民学习法律 周公说他自己就很尊重殷商先哲 具有王德的立法思想 他详细例举了许多殷商法律 宽言相继的例子 说殷商的刑法是严谨而有讲究的 康叔按照周公的嘱咐去做 完成了自己的法学进修课程 然后奉调回到了西州的都议 浩京 担任了周王朝的司扣 成了西州王朝主管司法的官员 祖甲界承堂名义制定的法律 就是后来原圣周公派人去学习的法律 所以真正的儒家创始人孔子 也对殷商的法律称赞有加 传说中殷商的刑律有三百条 今天的我们已经看不到权貌 只能通过一些前人的转述 会见一眼 比如 吕士春秋上说 殷商行三百 罪莫重于不孝 最大的罪过是不孝 连儒家的孝金都承认这条殷商的法律 是后世中国提倡孝道的起源 再比如 有一条关于维护公共卫生的规定 说如果随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 就要剁掉他的手 这也太夸张了吧 可孔夫子还说这规矩定得好 因为你乱扔垃圾必然防害他人 加重处罚人人害怕 不乱扔垃圾又不难 人自然会挑容易的事情去做 谁也不愿意找到 所以这条法律是明白治理之道的人制定的 不但中国儒家的创始人称赞殷商的立法 著名的法家创始人荀子 也用行名从商四个字描述了 足甲的立法 为后世中国刑法体系奠定的基础 他说 后来刑法中的所有的罪名 都是从殷商的刑法中学来的 可惜啊 这位看上去很了不起的足甲 不但在今天没有什么名气 而且还背着银邪乱政的黑锅 足甲一生做的几件大事 单独看似乎都没有错 但连起来看 道德就成了浪花 利益的链条就清晰可见了 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武丁身上 如果说 武丁用分封进行的财产分割 还是一次多赢的交易 那么足甲对核心家庭 享受祭祀权利的独占性安排 就只剩下了一个赢家 足甲编制的历代商王世袭表 核心的目的是 是突出先王的祭祀 弱化宗亲芝曼祖先的祭祀 这个在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举动 对殷商王室宗亲来说 却是对王位性质的彻底颠覆 在武丁之前 殷商的王族是宗族共举的执政代表 宗族中每一个同辈兄弟和他们的儿子 理论上都有成为王的资格 也都被尊重和祭祀 这是士族时代兄弟共有财产 形成合理的精神体现 武丁用财产分割切断了宗族其他成员 成为君王的现实路径 而祖甲用祭祀谱系结束了宗族其他成员 与君王之间精神平等的关系 只有成为了君王才能享有祭祀的光环 而和他一起共同创业的兄弟 将从此黯然失色 失去了祖先光环的宗亲 当然会有极大的不满 面对普遍存在的抗拒情绪 祖甲开始重做堂行 用严刑郡法镇压贵族的任何异动 这就是祖甲改制背后的利益链条和真正动机 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 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表现 都是在表明和记录着特定时代的经济关系 只不过祖甲的改制表现的更多是一种 超越了当时经济关系的愿望 而经济关系则忠实地记录了它的结果 中国后世王朝的私家天下和敌长子继承 是建立在庞大官僚机构辅助 并且分享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职业官吏的稳定运作 可以有效地避免遗传基因不佳的长子败坏组业 祖甲的时代 旧的宗族一节制度被赶走了 新的官僚体制还没有来 形成了一个决策辅助系统的真空机 祖甲死了之后 实际对接下来的两任军王 只用了最简短的语言进行了描述 祖甲崩 领心力 领心崩 耕丁力 两任执政军王十二年的统治 平庸到不值得多写一句话 从这两位兄弟之后开始 殷商王室彻底结束了 兄中帝级的传统 实现了后世王质礼须认可的父子相传 但这一制度改变的第一次事件 就为殷商王朝迎来了 有史以来最荒诞无能的君王 祖甲的孙子无以即位 实际上对这位养尊处优的公子 荒唐行为的记录充满了愤怒 但故事却讲得生动有趣 司马迁说 无以让人做了一个人形的偶像 用来充当天神 他自己拿着刀剑与天神搏斗厮杀 让侍从操纵着天神人偶应对 最后当然是天神战板 于是他让人用皮革做成口袋 装满鲜血掉到空中 自己仰天射剑给天神放血 说这是射天 殷商王为第一次制度性的父子相传的 嫡长子继位 就碰上了这么一位又傻又天真的祸 隆东秦山中古老的宾国 这时已经传到了古宫胆夫的手上 这之后大部分西荣游牧部落 离开渭水平原已经三十年了 武功坦夫 确认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他像盘庚一样说服了自己的部落 放弃山中 避泽简陋的诚意和耕地 迁徙到位于渭水平原西北部的周园 竹书纪念上说 武以执政的第一年 兵迁于齐州 执政的第三年 武以命周公胆夫赐以齐意 按照这个记载 应该是古宫胆夫先进行了迁徙 伤亡无疑 后来追加了对这一行为的认可 宾侯的封号改成了周公 齐意也被承认为殷商正式的蜀国 这个新的平原城义 是西周王朝的发祥 武功胆夫被叫做周太王 他的部落也终于有了周人 这个正式的名称 在由神话构成的正式叙事中 周部落是皇帝的玄孙 农神后继的后代 拥有着领先的农业技术 而且部落的迁徙 也是因为武功胆夫的人德 他不愿意用战争的方式 抵抗掠夺者 向戎敌让出了宾国诚意 事实上周部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 宾国旧地的生存非常辛苦 当代考古学发掘证明 即使是周部落迁徙到七山周园之后 文明程度也还是处于 新世纪时代晚期的水平 在真实的历史中 周部落不仅不是同时代 先进农业的代表 也不是王位狄章子继承的起源地 古宫胆夫有三个儿子 他很喜欢三儿子所生的孙子季昌 觉得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便有意让三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 但古宫胆夫这一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意图 却让他另外的两个儿子 秀到了危险的信息 他们逃到了南蛮金楚之地 断发门身 创建自己的诚意 成为了春秋时无国的创始人 留在古宫胆夫身边的三儿子 名叫纪利 他是周部落第一个来到中原的贵族 他迎娶了殷商贵族太任的女儿为妻子 与众多贵族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引进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让周部落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快速发展期 并且在渭水平原众多部落的竞争中 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先机 在游牧部落离开之后 空荡荡的渭水平原成了众多农耕部落 竞相争夺的战场 经历二十年的努力 周部落已经相当强大 在古宫胆夫去世之后 继承了爵位的纪利 立即发动了部落扩张的战争 他先是蒸伐了位于今天咸阳附近的成国 这也许是一个比周部落 更早察觉到了渭水平原的变化基因 从南侧的群岭群山中 牵出的农耕部落 这场战争在成国下属的避疫展开 激励取得了胜利 周部落接管了这里的诚意 耕地和人口 在渭水平原中南部 拥有了第一个落脚点 但现在还不是喘息的时候 紧接着他又蒸伐了 李成国不远 在今天西安护县附近的从国 从国从黄土高原上 叫来了李国和渝国的部落 联合起来对付激励 最终是激励灭掉了从国 俘虏了李国和渝国的军王 他逼迫李国从晋南搬迁到了陕北的弥址 释放了李国的君主 但刚刚在渭水平原中部站稳脚跟的激励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修整之后 激励又杀回了宾国老家 蒸伐了曾经同饮溢江水的上游邻居 义渠 激励的这次蒸伐 显然不是以占有义渠的耕地和诚意为目标 如书近年上说 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军已归 如果说宾国时代曾有什么仇人 那么义渠的嫌疑是最大的 所以 激励打义渠不光是攻克和战略 还要把国王抓住 抓住还不杀 非要带回来 带回来干什么 第二年 他去了殷商的都义 向吴乙献上了 在这两次战争中获得的丰厚的战利品 要知道啊 曾经的贵族在祭祀所用的人生中 可是最高等级啊 这是典型的复仇之旅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方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解释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遥远的西征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人生的围猎 而是要重新划定安全区的边界 您将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法典的诞生 后世道德世家为什么会反对祖甲的立法 按照他们的说法 法律应该是存在于君王内心的标准 你不能写出来 更不能公布 您将看到殷商时代第二大经济体的悄然崛起 这个深山的农耕部落终于走出了大山 迁到了祁山脚下的周园 根据考古学家胡厚轩先生的统计 无以文丁时代 殷商人生祭祀的数量再次回升 使用人生的祭祀多达887次 其中具体标明人数的3205人 最多的一次高达200人 这还不算没有标明人数的444次人生祭祀 一个隐秘的细节是 伤亡无以和文丁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 史书上也没有任何其他部落战争的记载 超过4000名人生的耗用 几乎完全来自于周公祭祿的战俘共同 祭祿的慷慨朝过让无以非常高兴 他拿出了三十里王级之地 加上玉器和马匹送给了祭祿 对他的攻城掠地的扩张并无意义 无以的赏赐等于是给祭祿的征伐开了绿灯 他的第三场战争直接来到了渭水平原的最东头 沿着黄河逆流而上 进入了今天的山西吕梁一带 他要征伐这里的西洛鬼龙 这个地点不但可以让他完成 对渭水平原从西到东的整体控制 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拿下三进高原 奠定基础 激励这次征伐西洛鬼龙的战事非常顺利 他捕获了十二个部落的首领及族人 献给了殷商王室 并且妖形无以在黄河和渭水交汇的草原上 举办了盛大的狩猎庆祝国龙 但是历史上最尴尬的事情出现了 无以在尽兴玩耍的时候 竟然让雷给劈死了 一个雷劈下来 为什么不劈你激励 单劈无以 很多历史学家推测 无以其意的死亡方式 在殷商与周部落之间留下了猜疑的裂痕 为后来激励的死亡 埋下了福 但这一谋杀君王猜测 显然是违反常识 无以去渭水平原上打猎 好歹也是个大阵仗 随行人员不可能都让雷给劈死吧 如果无以生还 那殷商和周部落早就正式宣战 也有人说 他实在荒诞冒犯了神 招来了上天的惩罚 这样的说法 显然不太科学 无以只是活的荒诞 死得离奇而已 狄长子继承治的第一次实验 就出了这么一个无能荒诞的国王 而且还在位执政了长达35年 道德史家因此感叹着殷商时代的再次衰败 但其实如果你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帮君主照镜索 你就没什么好感叹 无以的无能和荒诞只是对王室不利 他玩打天神放雪的游戏也好 跑出去打猎也好 其实都是无聊的小事 并不伤及社会和百姓 顶多了是对王室不利 按照人口史学者的估计 殷商后期全中国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了将近八百万 比殷商前期多了近一倍 这说明文明和经济生活的发展一切正常 周部落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农耕社会 如果君王的荒唐行为 真的大规模殃及到了百姓 是不会出现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的 一般的来讲 如果在真正的太平盛世 那么这个人口的增加会比较快 人的总体质量会比较高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会产生更多的新的人口 但是那么在乱世 第一生产力受到破坏 第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 第三当时的人口第一天灾的人力 叫大大雪茧 第四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些天灾 那么因为行政机构解体 政府已经上市了管理的能力 就没有办法及时地采取救助的措施 那么这样就往往特别造成人口的下降 这就是隐秘的细节 希望带给你的历史感受 接下来我们将要讲述的 是周部落如何以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 取代了殷商老大的故事 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 下一集即将为您结实 殷商时代第二大经济体的高速扩张 周部落的势力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殷商属国 超过了天下所有的方国 您将看到中国大地上 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的精彩不易 当你的实际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挑战老大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不重要 您将看到第二大经济体被迫韬光扬晦的求生经历 为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欲怀多福 父王激励前车之鉴悠哉 文王的对手怎么可能突然就变得既了小诺悦 又愚蠢迟钝了呢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实力文化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看可爱的中国 7月6日晚7点30河南卫视精彩再现 小声剑落无人追 莫要无奈愁徘徘徊 更近孤孤空流回 月子迷离人憔悴 恩怨愿冲满着 此相似尽锁 欲输心欲乱 雪空梦难却 雪是春秋后 几度纷扰愁 独坐前莫运 黯然花卓佑 恩怨愿冲满着 此相似尽锁 艺术心欲乱 雪空梦难却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苗东百科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腾讯威视 中国网文化发展中心 顶端新闻 360娱乐 同城旅行 中国联通卧邮箱 犀鸟公考APP 西半球APP 土巴兔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世界很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